整机看起来确实像是一套高性能的电路架构 听上去近乎完美 但越拆的深入 我越发意识到 这台能量昌的结构 远比表面展示出来的堆调逻辑 要复杂的多 也微妙的多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 这一款安克的能量昌165W的充电宝 关于这个充电宝的详细的测试视频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 可以去咱们主页看一下 我把视频的链接放在这个屏幕上面 有需要看的 直接点进去看吧 好多老铁都在评论区 都在催根这一款产品 咱们的拆解视频 都是按照评测视频的顺序 一个一个的拆 排队来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急 到了该拆的时候 我肯定会拆的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试视频内容的老铁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折写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来拆解这一个安克能量仓 165W充电帽 充电帽拆解 有不可估量的风险 内部有底电池 会发生爆燃的情况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充电帽的构造 大家看一下这盖子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盖子敲开 应该就可以拿出内部的模块 这个充电帽这么贵 拆了确实有点可惜了 但是咱们是做测拆视频的 必须要把它打开 把内部的电路 全部都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咱们敲了半天了 还是敲不开 这个后盖上面肯定有胶 我们进行加热 加热了以后 确实好敲很多 这个是打开的后盖 刚才敲的时候 已经伤到电信了 电信的外皮都敲破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电池模组倒是拿出来了 屏幕已经报废了 这个自带线就是一个卷尺结构 用螺丝固定在这个板子上面 一共采用的是五颗电池 组成的一个串联的电池组 我还以为这根自带线 它是焊接上去的 原来是一个Type-C口 这个里面有一个Type-C口 这个自带线是直接插到 内部的这个Type-C口上面的 卸掉固定自带线的螺丝 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卡扣 这个自带线就是通过这个卡扣 然后再加两个螺丝 把它固定在壳底上面 这种连接方式也是非常牢固的 固定这个伸缩线也有三颗螺丝 都把它卸下来 伸缩线部位有一个强磁铁 屏幕总成留在了壳底上面 电信的NTC热明电阻 粘在电池的夹缝中 用来采集电池的温度 我们现在把这个正负级给它断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主板给它卸下来 这个屏幕的后盖背面 还有石墨烯的导热的东西 卸掉这个自带的伸缩线 说实在的 这个伸缩线确实是非常的占空间的 这就是伸缩线背部的结构 内部还有PCB 这个是线材内部的线芯的触点 跟这个自带线背面的PCB 是紧密贴合的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转 它这个线材的每一个连接点 它都是连接的 固定主板还有几颗螺丝 我们都要把它卸掉 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主板拿下来 主板底部这里 还有一张灰色的导热硅枝贴 底部是没有金属导热板的 它的散热装置 背盖上面应该是白色的硅胶散热贴 这内部还有石墨热的导热贴 主颗体内部一样的 也是这种硅胶散热贴加石墨热 主板在这上面 颗体上面的散热贴 既没挨到主板 也没挨到电池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五颗串联的电池 固定在中框的塑料框架上面 电池和电池之间 都是用裂片进行点焊连接的 都已经做到165W了 而且还卖这么贵 中间竟然没有金属的均热板 这块主板 它是由两片PCB构成的 我们把这块小板把它卸下来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安克这一台165瓦能量仓 我已经把它全部拆开了 整机结构露出阵容 这是一套由锂电池保护系统 MSU主控系统 双协议升降压系统 再加四口输出所组成的电路架构 稳定可靠的礼保电路 运筹全局的MSU主控 两颗高级声的协议识别与升降压芯片 再加上整机设定为165瓦的多口供电架构 从电信到升降压 从协议识别到VBUS控制 整机看起来确实像是一套高性能的电路架构 听上去近乎完美 但越拆的深入 我越发意识到这台能量仓的结构 远比表面展示出来的对调逻辑 要复杂的多也微妙的多 接下来看我一步步为大家解析 这款安克能量仓充电宝 首先就是电池与保护电路 这款充电宝采用五节长红三节新能源的 21700圆柱形锂电池穿连组成的电子组 为整机提供能量存储 长红三节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高倍率原柱锂电池的研发和生产 这款21700电芯容量大 倍率高 适合为大功率的移动电源进行供电 因为它是一颗动力电池 电池的正极输出端 还创建了一枚台湾锯顶科技生产的贴片式线流模块 规格为20V15A 这个模块的作用是当放电或充电电流过大时 通过热敏或电阻的变化限制峰值电流 从而保护电池组不被过载损坏 台湾锯顶科技1991年成立 专注温控与过流智慧物保护原件的老牌企业 保护电路中核心的保护器件为 广东赛威微电子出品的主保护芯片CW1353 再加上一颗刺激保护芯片CW1051 赛威微电子2009年成立 产品以电池管理和电源管理芯片为主 这一颗芯片为五串锂锂电池组的主保护IC 旁边的1051作为刺激保护芯片 进一步提供冗余保护机制 双层保护架构有效提升安全性 此外 赛威微电的CW2217电池电量计量芯片 与这旁边两颗R2006采样电阻配合 实现电池充放电电流的精准测量 芯片高精度魔术转换前端 可以对剩余电量循环次数和健康度的精确计算 为了均衡各节电池的电压 适应1000的电阻和适应Y2的MOS管 组成被动均衡电路 确保五颗21700电芯的电压保持平衡 保护开工管方面 两颗1534型号的MOS管 为电池组提供开关保护 厂家未知啊 旁边两颗并联的R2005采样电阻 用于电流检测或均衡辅助 这颗NTC热敏电阻 用于监测电池的温度 实现温度过高时断开保护 充电宝的主控MSU控制系统 主控MSU电路的供电 由南京微蒙电子出品的M16239 低压差LDO稳压器来完成 微蒙电子1999年成立 专注于模拟集成电路 研发与销售 这颗芯片输出3.3V的工作电压 为后续的主控MSU和存储器芯片供电 主控MSU芯片是采用 深圳新海科技出品的 CS32F103 CBT7 一款基于ARM内核的32位MSU 负责系统逻辑控制 屏幕显示等等功能 新海科技2003年成立 国内领先的全信号链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系统程序和数据存储 由安徽恒硕硕半导体出品的 128兆SPI闪存芯片完成 芯片型号为25VQ128D 恒硕半导体2015年成立 主营存储芯片和MSU芯片的研发与设计 屏幕的供电部分 采用杭州西利捷半导体出品的 SY8301同步降压芯片 外加一颗电桿构成 西利捷2008年成立 专注高性能电源管理模拟IC的开发 这款芯片可接受4.5至40V的电压输入 输出固定的5V1I 为OLED显示屏提供稳定的电源 全桥升降压与多口输出电路 这个充电帽多路快充输出部分 采用的是杭州四栏微电子出品的 两颗型号为SD59D25的主控芯片 来集成协议解析与升降压转换功能 四栏微电子1997年成立 专注模拟电源及数模混合芯片 这款芯片类置丰富的快充协议 支持双向DCDC升降压全桥控制 每一颗SD59D25芯片 控制4个外部的MOS管 组成双全桥同步升降压整流托普 这种开关管一共用了8只 它们的4E型号全部都是6428 具体的厂家是没有查到的 这个小板上面这边有两颗 背面这里同样有两颗 两路升降压电路各配备一只 扰线式功率电感 用于储轮和滤波平滑电流 全桥式转换拓扑电路两端的滤波措施 第一路的滤波元器件 这是输出端 包含一只330V25V香港东家电子的固态电容 和背面的6颗多层陶磁电容MLCC 构成第一路的主滤波回路 这是第一路的电池输入端 有4颗MLCC进行滤波 第二路全桥升降压的滤波措施 一只220V25V和一只330V25V的 东家电子固态电容 然后再各配备两颗MLCC电容 组合进行滤波 这一端的背面也有两颗 香港东家电子1999年成立 专注电解及固态电容领域 产品的品质口碑居佳 两路全桥式 转换拓托部电路 输出侧 串联一只2005采样电阻 用于检测输出电流 与主控芯片一起负责 监控负载变化 为了实现这个充电宝 四个USB输出口的VBUS控制 一共设置了八颗MOS管 分别为型号4801的MOS管四只 3818的两只 这种3810的MOS管也是两只 四个充电口应该设置的是 N勾道加P勾道的组合使用 然而这些MOS管的厂家 全部都是查不到的 每个输出口 采样电阻都是用的R010电阻 用于检测输出端口的 连接状态及过流保护 这一颗是C3口的 这一颗是A口的 这一颗则是自带伸缩线口的 充电宝的自带线口的 这款Anker 165W能量仓充电宝 咱们测试片的内容 实测它的容量比标称容量少了500毫安 转换效率也只有78% 初看有点失望 但真正的问题 其实出在它的电路用料 和功率调度策略上 首先我们看主电源部分 整机采用了双路 全桥升降压架构 用的是两颗四栏威的芯片 分别驱动 实现四个充电口的输出 但关键的问题是 全桥开关管 竟然全都是小厂的防品6428 也就是万代AON6428的模仿型号 在大功率的负载下 MOS管的导通内阻和热性能 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这八颗尾巴斯开关管 再加上电池保护开关管 通通都是这种货 再来看看功率电感 165W的总功率 本该使用合金电感 来提升效率和抗饱和能力 结果用了两只普通的绕线电感 这些就是大功率下转换效率 只有78% 和实测容量不足的重要原因 这些还进一步说明了 咱们测试片测到的其他数据问题 比如标称支持100瓦自冲 冲到30%就直接腰斩功率 165W的放电功率 也只能维持电量前的30% 多口使用时 三口以上只有一个口分得百瓦 其他口通通下放到普通的基础功率 这种策略与其说是热控保护 不如说是工程师心知肚明 在功率器件与散热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主动做出的性能线素 也许你可能会好奇 这套看似小成本的设计 为什么用的是五颗高性能的21700动力电芯 这恰恰是这款产品最矛盾 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电池的性能给足了 但从电源控制 电感选行到功率摩斯管 全线压缩 很难说这不是一种用电池撑长片 靠主控射线的工程师路 最后你会发现这些节制的背后 其实是赤裸裸的成本控制 这不是工程师不懂电路 而是他们太懂的产品定位了 他们知道只要设定一个 不会跑太高功率的调度策略 再差的功率器件也能混得过去 这种策略实质上是保护硬件 让产品的质量不会出问题 当然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 输出纹波控制非常优秀 电流干净 噪声极低 说明东家的滤波电容和MLCC的匹配 还是下了功夫的 基本可以放心用在数码设备上 综上来说 这款充电宝的电路架构 思路偏稳 节奏偏保守 有点像是跑得动 但不敢冲 归根结底 是在好电信 加低成本功率器件之间的 一场取舍博弈 这款安克能量昌165W 双自带线充电宝 测一测了 猜一猜了 最后来个总结和购买建议 从咱们前面的测试篇 和这期的猜几篇来看 这款自带双线的165W 能量昌充电宝 确实做出了不少克制的取舍 五串高性能的21700动力电芯 理论上具备足够的电力支撑 但是整机始终没有放开高功率 输出这种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电芯的大电流下 过热与损耗 也延长了整机的使用寿命 从电路层面上看 设计上的保守非常的明显 全桥升降压结构 具备高功率潜力 但是选用的都是 小厂的防品的MOS款 搭配的两支扰线电感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 最终78%左右的转换效率 从工程视角而言 这不是技术能力的缺失 而是成本策略的主动权衡 不过在外观设计方面 这款充电宝可以说是相当诚意 整洁一体的外壳 便携双线 还有一块全彩的显示屏 再加上良好的文波控制表现 让它在日常通勤 短途出行中 依然具备不错的使用体验 那么这个产品适合哪些用户 如果你更看重 使用中的稳定性安全性 且不追求满功率输出 如果你希望拥有一款 集成双线 体积控制良好的便携电源 如果你能接受性能克制 所换来的更长寿命 那么这款产品 还是具备一定的购买价值的 但是如果你是性能党 希望频繁满载白瓦输出 必行多口重度使用 或者对内部的器件品质 有更高要求 那么这款充电宝可能会让你失望 一句话总结 它不差 但也不顶 更像是一台懂克制的 实用型充电宝 而不是一台 释放性能的狂暴机器 至于是懂克制 还是太克制 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解读了啊 测试为了了解 猜是为了真相 认真撤猜 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灾 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